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再就是想说一下 我为什么拍照不用滤镜的原因 一开始慢慢有这些功能的时候 我就一直拒绝 人类本身就是从原人进化到现在 那时候连相机都没有 而如今自拍都要戴上滤镜 瘦点 修动 连身高都能调 甚至我身边的人没有功能照都不拍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有时候我很想问问他 我认得清自己 我有丑 有胖的时候 我认 那我就在减肥开始运动来改变 素颜也好 不抬妆 也好差距大 我也认 我的工作需要我这样的做 起码这是我最原始的真实的我 而不是离开这些就不敢面对自己 这么多年拍杂志 也好任何工作 什么样就什么样已经习惯了 我管不了别人 我只是说一下我为什么不用的原因 也希望很依赖这些功能的你 能够慢慢从现实开始找回自信 让自己更美 更帅 更年轻 晚安戴着绿色美瞳 几缕不羁的红色头发 给人的感觉就是 这就是老子 黄红色的颜色 颜色的颜色 颜色 黄红色 颜色的颜色 我放开箱 暗面来二寒 暗面 天天天 啊 离邪